昨天双十国庆同时也是第十届的世界死刑日 香港多个人权团体分别到中联办等地抗议 要求立即废除死刑 团体并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等罪行 呼吁曝光及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取消死刑联合委员会 国际特色组织及香港天主教阵营和平委员会共8人 分别前往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日本驻港领事馆及中联办 要求中日台尊重生命罪除死刑 团体并在中联办所宣布宣明 并将请愿信件贴在大门上 中国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而死刑数据也被中共政府视为国家机密 团体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废除死刑 另外对超过106名美国国会议员 联署要求公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团体也表示关注和支持 他们指示活摘器官是最严重的犯罪 他们强烈要求曝光及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无论因为要处决别人 或者甚至人都没死 那些器官 我们完全希望调查这件事 中国政府有一个公布 新坛记者梁珍在香港报导 谢谢大家